算是国内第一个把这个风格 做得这么完整的 换话了 厉害厉害 厉害真的 下次衣服 你找一个 穿都是特别顺手的 杨博呢 其实讲了挺久了 是最近 尤其这一季节目 开始尝试这种 one-ender的风格 对 平时说话还是很正常的 大家不要害怕 我平时是个正常人 只是在这个台上 像一个有病的人一样 看今天现场的反应 大家其实对这种表演风格 还是很接受的 对 还是比较接受 我还是挺 我挺喜欢的 妙语言诛 对 我挺喜欢 关键它那个节奏很对 你知道吗 这种风格 它真的形成了一种风格 因为它最好玩就是在于 你把它每一句话都当真 对 然后突然它说的全是废话 要跟静姐说一下 其实杨博这个风格 在国外很成熟 但是之前在国内 是没有人尝试的 因为你不觉得 它的这个语言节奏 是一种英语的节奏 非常非常慢 这节奏并不是中文的节奏 但是它融合得很好 算是国内第一个 把这个风格 对 做得这么完整的 换话了 厉害厉害 厉害真的 因为它的节奏慢 那个包袱需要特别的准 对 如果不准就会干了 就是一下子尴尬了 对 它一个包袱翻一个 尤其拍短视频 那个太高价了 那是个神经病 前面要说什么 然后最后说 我就是在发短视频 因为前面那个情绪 扑得很沉 大家不会往那儿想 对 它就是引人入胜 因为它长了一张 忠厚的脸 你想说什么 就是它 它在胡说八道 你已经被它 骗了三次 但你还想 还相信 相信它 海王嘛 四年海王 不是那么白胆的 没有 只是学习好 只是学习好 好棒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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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它是冠军 是不是 对 就有一种感觉 天哪 我从来没有 现场看过 这种风格 是第一次 每五秒钟 乐一次 对啊 太好了 无论是不是冠军 也特别感谢 杨博给我们舞台上 多带来一种风格 以后这个舞台上 大家会见到 各种各样的风格 退口秀大会 才第四年 等到第四十年的时候 大家也许就把 所有的风格 都看够了 老理大了 那时候 杨博 我给你稍微提一个 小意见 好好好 下次衣服 你找一个 揣都是特别顺手的 还有就是 要揣就这样揣 不要这样揣 对 他一上来 这个很垮 一上来 你要揣就这样进去 这个满场都很稳 就是有几次 手去找兜的时候 抖不抖 他又找不着了 他又找不着了